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密码数都包含两个元素 密月和算法 举个例子 一个非常简单的加密方法 算法是 在英文字母表上前进X步 密月就是X这个数 如果去X等于1 名文的fly at once 立即起飞 就会变成密文的GMZ BUPODF 当然了 这么简单的密码非常容易破解 在现实当中是不会用的 现在的绝大多数加密方法 都是基于某种数学问题的单向困难性 也就是说 一个问题沿着正方向很容易 你可以用它来加密 但是逆方向就很困难 导致破解很困难 举个例子 现在最常用的密码体系之一叫做RSA 这个名字是三位发明者 里维斯特 沙米尔和阿德曼的姓氏首字母缩写 RSA密码体系用到的数学难题叫做 因数分解 hectorization 也就是说 找到两个大的质数 把它们成起来遭一个核数 是很容易的 但是给你一个大的核数 把它分解成两个质数 是很困难的 类似的密码体系 还有椭圆区限密码等等 有大量的密码学家在这个领域里面耕耘 我对这些成果都充满了敬意 它们确实有非常高的智力含量 如果让我去解决这些数学难题 我肯定是不会的 但是 密码学家面对的对手 并不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而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数学家 大多数情况下 就是其他的密码学家 例如 计算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 英国数学家阿兰·图林 在二战期间参加了破译德国的密码体系 齐迷就是Eigma的工作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实际上在英国人之前 波兰的密码学家 马里安·瑞杰斯基等人 就破解了早期的齐迷系统 在1939年9月1日 德国入侵波兰之前 他们把研究的成果告诉了英国和法国 为图林等人的工作提供了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被埋没了 网络上经常能够见到对波兰的嘲讽 但是我们应该知晓和尊敬波兰人的成就 齐迷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巧的密码系统 当时许多人认为它是不可破解的 但实际上在几年之内就破解了 这成了德国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 英国把缴获的几千台齐迷机送给了若干个前殖民地国家 这些国家仍然以为齐迷非常安全 于是 英国在很长时间内轻松解忆了他们的秘密通信 再来看一个近年的例子 中国的密码学家王晓云院士 在2004年和2005年破解了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安全系统的MD5和SHA1两大算法 引起了国际轰动 那为什么众多曾经被认为老不可破的密码体系最终都被破解了呢 有一个深刻的原因 这些算法的基础都是某些单向困难的数学问题 但在数学上 任何一个实际在用的问题都没有被证明是单向困难的 实际上 就连单向困难的数学问题是否存在 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因此啊 我们现在对数学密码的信心只能是基于经验 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困难 我不知道怎么解 到目前为止也没见人解出来 但是呢 这显然不是个真正可靠的理由 你怎么知道别人解不出来啊 你怎么知道将来的人解不出来啊 更进一步想一想 你的敌人如果破解了你的密码 他会告诉你吗 二战期间 盟国就成功的隐瞒了破解德国和日本密码的事实 为此呢 甚至不惜让一些部队去牺牲 让他们以为自己的密码还有效 因此啊 如果你说 某种密码从来没见人破解过 可见谁也破解不了 这话啊 对于有见识的人来说是很可笑的 完全是低估了密码学的特殊性 我在一本讲密码学历史的书上啊 献过一句很有趣的话 这门研究保密的科学本身就是被保密的科学 这话意思是啊 密码学的很多进展是不会对外公开的 例如 RSA密码是两位美国学者和一位以色列学者 在70年代发明的 但在他们之前呢 三位英国学者 Alice 考克斯和威廉森就已经发明了同样的密码体系 也就是说啊 RSA密码其实本来应该叫做ECW 哎 为什么ECW没有公开他们的发现呢 因为他们在英国的情报部门工作 他们的成果都必须保密 我们在敬佩ECW的同时啊 也应该想一想 有多少其他国家的密码学家在努力破解中国的密码呢 你能看到他们的成果吗 因此 我们应该有个基本的概念 所有的基于数学的密码的安全性 都是未经证明的 未经证明的 未经证明的 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已经证明不可能被数学破解的密码 就是量子密码了 这么看来量子密码的价值是一目了然的 那量子密码数是如何实现保密的呢 啊 跟传统密码数一样啊 也是通过算法和密约 实际上呢 量子密码数用的算法 还是个特别简单的算法 简单到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 任何一串的信息 都可以表示成一串二进制字符 就是一串0和1 对于这个01字符串的每位数字A 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个对应的密约K 这个K呢也是一个0或1的数字 根据A和K就可以算出对应的密约B 它也是一个0或1的数字 这对应的规则就是如果K等于0 那么B就等于A 如果K等于1 那么B就等于0和1当中不等于A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K等于0就把0变成0 1变成1 而K等于1呢 就把0变成1 1变成0 再简单一点说啊 K等于0就不变 K等于1就01互换 这大概是你能够想到的最简单的算法了 你可能会在文献上看到它叫做一或 或者摩维二的加法之类的 不要被数学术语吓住 其实就是这么个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算法 你也会感到奇怪了 那么多复杂的算法都保不了密 这个最简单的算法反而可以啊 凭什么呀 诀窍不在于算法 而在于蜜月 请注意啊 这里的蜜月不是只有一位数字啊 如果只有一位数字 那当然完全没有保密效果了 实际的情况是 对于原文的每一位 都相应的有一位蜜月 也就是说啊 如果原文的长度是N位 那么蜜月的长度也是N位 如果原文像《红楼梦》那么长 那么蜜月也需要有这么长 诶 这还没完 这一串蜜月的字符串啊 还必须是个随机的字符串 也就是说啊 每一位都是随机的0或者1 任何的两位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这仍然没完 这么长的蜜月啊 还只能用一次 也就是说啊 你这次用N位的蜜月 传输了N位的原文 下次你传同样的内容 还必须从头再来 重新构造N位的蜜月 千万不能把原来的蜜月再用一次 这就叫做一次一蜜 这终于完了 量子密码术当中的蜜月 就是满足这样三个条件的字符串 长度跟明文相等 随机一次一蜜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样就绝对不会被数学方法破译 为什么不可能被破译啊 因为这样的一段密文可能对应任何的一段跟它等长的明文 而且概率相等 比如说啊 既可能对应明天上午向东进攻 也可能以同样的概率对应 后天下午向西撤退 还可能以同样的概率对应 飞出地球移民宇宙 甚至可能以同样的概率对应 旧飞刻不改命 对于这样没有任何偏向性的密文 你能有什么办法分析呢 完全无从下手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数学问题让你去解决 这就好比真正的大隐隐于世 长度跟明文相等 随机一次一密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密约 叫做一次性变尖 One Time Pad 因此啊 密码学当中一个重要定理就是 用一次性变尖加密的密文是绝对不可破译的 这条定理是信息人的创始人科劳德香隆证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 一次性变尖当中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无论是密约长度小于明文 还是密约的各位之间有联系 还是同一串密约用了两次 都会导致密文呈现某种结构 你的对手就有了着力之处 就可能通过频率分析之类的手段破解你的密码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这个道理啊 作为一个课后练习 好 先来思考一下 既然一次性变尖密约已经能保证不可破译 为什么大家不用这种方法呢 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发展各种各样复杂的多的密码体系呢 原因其实也很明显 一次性变尖密约跟原文一样长 你怎么传输这么大量的密约啊 如果你有一个安全的信道来传输密约 那么你用这个信道直接传输原文不就行了吗 还要夹密干什么呀 之所以要夹密 不就是因为没有安全的信道吗 这就好像国产林区里面那个有光照才会发光的手电筒 成了一个以本正经的笑话 那如果你在不安全的信道上传输密约 那密约被人窃取了怎么办啊 就像你如果派一个信使去传输密约 那么如果这个信使被抓了 就像红能记里面的李玉和或者叛变了 例如红年当中的富之高 那么你的损失会有多么巨大呢 在使用当中 一次性变间只用在极少数的场合 就是那些需要绝对安全的通信 为此不惜任何代价的地方 例如啊 美国和俄罗斯总统之间的热线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防护的 你也许会感到很失望 这种方法看似很完美 实际上凡是用的最少的 别急 下面就是大反转的时刻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到目前为止 我们谈的全都是作为数学方法的 一次性变间密码数 跟量子力学还毫无关系啊 量子密码数 就是用量子力学的物理方法 在通信双方产生了一次性变间蜜月 这要点是什么呢 是双方同时获得了蜜月 没有第三者的信使在中间传输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是吧 是的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思想 量子力学创造的奇迹 量子密码数的技术含量啊 就是表现在这里 量子密码的产生过程 同时就是分发过程 因此啊 量子密码数又有个专业名称 叫做量子蜜月分发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就是前面说的 深科技的标题档文章 翻译称量子建分部的那个 有些文章 把量子密码数变得一钱不值 说这东西啊 不过就是传统的激光通信之类 毫无技术含量 这些文章啊 都是不懂装作的人写的 你可以问他啊 你有什么办法 不用信使 就能让通信双黄共享蜜月呢 他就抓瞎了 一个真正意义的高科技 给他们说成了低科技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量子密码数的研究者 在学术界获得过很多大奖 例如啊 潘建委团队不久前 刚刚获得美国科学促进会 颁发的2018年度克利夫兰奖 如果你不带偏见去看 你很容易就能看出 这个领域当然不是浪得虚名的 是有真材实料的 嗯 前两天 潘校长还获得了美国光学学会的武德奖 可见于世界对于这成果的认可 你肯定想问啦 量子密码数是怎么实现无信使的蜜月分法子呢 很遗憾 由于时间限制 在这里不能解释细节 回想一下前面打的预防针 再好的科普也不可能让你真正理解深奥的科学内容 博士喊穿苦读十几年不是白读的 在这里只能非常简锐地解释一下 通过发射和接收一系列处于随机状态的单光子 来使得通信双方获得一串相同的随机字符串 这串随机字符串 就是一次性变间蜜月 也就是说啊 通过一系列操作以后 双方都获得一串随机的零合一 比如说001 011 100 100 100 101 0101 最重要的是啊 双方的这个字符串完全一样 这就是最终的效果 如果你想知道具体操作过程和背后的物理原理 那么欢迎阅读我的文章 你完全可以理解量子信息 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很开心地表示明白喽 有了蜜月之后干什么呢 后面就是用前面说的逆货加密算法 用蜜月把名文加密成蜜文 把蜜文发送出去 既然这个蜜文已经是不可破译的了 这一步就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设备 直接在传统的信道上大摇大摆地走就行了 敌人截获也无妨 一个常见的误解 是以为最后的信息传送要通过某种量子信道 当他们知道传统信道就行的时候 就感到大惑不及 甚至以为搞量子通信的都是骗子 另外一个常见的误解 是以为蜜月也要通过传统信道传输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你要把蜜月通过不安全的信道发出去 那就完全失去了保密的意义 任何密码系统都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 总结一下 量子密码数真实的做法是 用量子信道产生蜜月 用传统信道传送蜜文 既然量子信道可以保证不泄露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量子信道传输信息 而是只是传输蜜月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回答是 这套量子力学的操作只能产生随机字符串 随机字符串的信息量是零 所以这套操作本身是不能传输信息的 因此 这些办法的提出者 在很长时间内都想不出它有什么用 直到发现这套随机字符串可以做蜜月 才发扬光大 现在你可以理解量子密码数的用处了吧 原来专属于美俄总统通话这种级别的安全性 现在可以在大多的范围内实现了 同学们感到开心吗